都是改变 店妹红霞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出生于大户人家 自小人见人爱 花钱花开 非常的讨人喜欢 本来过着无忧无虑的大小姐生活 可是有一天和奶奶去看戏 奶奶是个戏迷 也许是看得太入迷了 把红霞拉在了一边 这时人贩子出现了 上去抱走了红霞 到了人贩子手里没有什么好下场 人贩子把红霞卖给了裙子当同样戏 一天红霞在外偷听瘸子的对话 得知瘸子是个善人犯 红霞害怕 惊慌之下也发出了动静 瘸子出来查看 红霞大喊 瘸子善人了 这个秘密可不能被别人知道 你打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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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瘸子也是狠心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红霞的舌头给割掉了 红霞成了哑巴 不幸的一生也开始了 他们自当谈好 换来的都是一阵毒打 后来有了孩子 全自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便带着红霞躲进了一个 偏偏的小山村 在这个山村里面 有一个小青年叫寒猪 寒猪是村里的一个小寡妇 为了好寡妇的关心 他便拿着雷管 炸眼味给他吃 碰了一生也未没炸到 倒是把瘸子给炸死了 这下村子里炸过了 除了人命可不是小事啊 村里的长官们 有的主张抓寒冲报官 有的主张私了 最后打成协议 让寒冲赔偿两万元给红霞 然后负责照顾他们一家三口 日久生情 他们二人便有了一种无声的感情 直到寒冲的父亲 要给寒冲找媳妇的时候 雅巴红霞 当初的赔款资居交给了 寒冲的父亲 表示只要寒冲不要钱 寒冲感动了一塌糊涂 并表示尽快迎娶雅巴红霞 事情往往出乎意料 就在这个时候 村里来了几辆酒车 是来抓瘸子的 这下村民们都知道了 瘸子是个商人干 这时瘸子已经死了 为了隐瞒韩冲大死瘸子的事实 村民们想把雅巴红霞赶走 为了保护雅巴红霞 韩冲选择了刺手 当警察准备把韩冲带走的时候 红霞用纸洗漱了这下 原来红霞看到韩冲 用雷管炸油油的时候 故意让瘸子上山给女人 粘草时 在死瘸子上山飞 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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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红侠不止出来的 虽然寒冲被释放了 可是咬巴红侠却被警察带走了 由于知道了红侠的遭遇